欢迎各位收听我的节目 节目开始前呢 我还是要呼吁一下支持正义一方的高雄老百姓 你们明天一定要出去投票 虽然有部分的网友你们告诉我说 哎呀不要浪费时间了 反正绿色的候选人已经跟中选会早就已经瞧好了 你看这不是他们连明天得票处多少 他们都已经瞧出来给你看了吗 所以呢大家还是算了吧 不要浪费时间 可是呢对于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不认同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我们这样就放弃 假如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 假如我们认民进党他想干嘛就干嘛 可以为所欲为的话 那我们干嘛不一开始就投降 当民进党的顺民 又何必苦苦支撑到现在呢 我们为什么要跟民进党抗争 不就是为了要维护我们心中曾经有的那份价值观 还有那份对正义的坚持吗 所以非说不可这个频道 从开播到现在一百多集了 各位你们可曾在哪一集中听我说过 消极沮丧叫大家放弃的话 应该没有吧 为什么我仅凭我一个这么担保的力量 我要跟民进党这个邪恶的政权抗争下去 就是因为民进党凭什么他想践踏我的价值观 他就可以践踏 凭什么民进党他想抹黑栽赃 想颠倒是非 他就可以称心如意 凭什么民进党他想要贪赃妄法 他想要改变国家认同 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一切都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就不服他统治 我就要跟他抗争到底 因为不这么做 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后代子孙 又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还有自己曾经坚持过的那些美好的价值观 因为只有我们大家都站出来 跟民进党保持一个不合作的一个方式 我们才可以跟这个邪恶的政权对抗 他想要为所欲为 他想要贪赃妄法 他想要毁家灭国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呼吁高雄老百姓 你们明天一定要出来投票 不管民进党会做票也好 会搞小动作也好 就算民进党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票都准备好了 但是大家还是得站出来 我们还是得睁到我们的眼睛 盯着民进党 让他知道 他想要拿回高雄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 我们现在不是还有好消息出来 就是我们的韩总 他可能会在今天的选举之夜 他会帮李梅珍站台 就从这一点 我觉得高雄老百姓 你们也要为了支持韩总 而站出来帮李梅珍拉台声势 我就看绿营的候选人 有种你就继续躺着选 那我就要让你的得票数非常难看 非常丢脸 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是打到民进党的痛处 才让民进党知道说 高雄可不是你轻易想拿回就拿回了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我的呼吁 让民进党就算拿回高雄 也拿得非常丢脸 只有这样子才是能达到羞辱民进党的目的 好 那说完了高雄 我们现在进入今天另外一个主题 今天另外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要好好的吐槽一下我们的蔡大饭桶总统 我要吐槽他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他在总统府接见日本的死结团 他到底有没有脱鞋子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他接受美国智库专访时 针对对方提出的有关于他以后要如何跟中国政府相处的问题 他提出了所谓的八字真言 而这八字真言是哪八字 背后又有什么意思 我有另外一番解读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针对他今天这两件事情 我们来好好的吐槽一下我们的蔡大饭桶总统 首先我必须帮我们的蔡大饭桶总统 澄清一件事情就是 他在总统府接见日本外宾的时候 他绝对没有脱下他的鞋子 因为据我的侧面了解 我们蔡大饭桶总统 他的专长绝对脱的不是鞋子 那他的专长脱的是什么呢 他的专长脱的是裤子 对不起 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的节目虽然是一个娱乐节目 但绝对不是一个下三段的节目 我们不会说一些非常无耻的事情 我的话还没说完 我要说的是他的专长是脱裤子放屁 那为什么他的专长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呢 这就牵涉到刚我提到的蔡大饭桶总统 他面对中国的时候 他说的八字争言 这八字争言是真的对台湾老百姓有利的八字争言 还是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的废话争言呢 我们可以一句句来讨论 第一句就是和平 第二个是对等 第三个是民主 第四个是对话 我相信这八个字 我根本都还不用怎么详细的讨论 大家听了是不是就已经觉得我们的蔡大饭桶总统 他讲的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的废话 我们就拿和平这两个字来讲好了 我觉得这两个字全世界谁都有资格讲 但是唯独你民贼党蔡政府 你没有资格讲这两个字 因为从你上任到现在 你对中国政策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的挑衅 不断的呛瞎 不断的仇恨中国 不断的制造冲突 你为了要获取你自己的政治利益 你不惜抹黑挑衅中国 把老百姓推入战火之中 而且自甘堕落的愿意当美国的马前卒 愿意当美国人肉沙包 为了要帮美国那个神经病总统川普获得联论 你不惜配合川普一起挑衅中国 你难道不知道你这么做 你是把台湾的老百姓陷在跟中国的战火之中吗 我相信你知道的 但是你明明知道你却为什么还要做 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跟川普一样 你希望台海的局势越乱 你才可以从中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 因此和平两个字 从你这个根本就不希望和平的人嘴巴说出来 这不是多此一举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谈对的 我觉得台湾老百姓你们的脑袋一定要清醒一点 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民进党骗了 还以为我们对等的话跟大陆谈判是有好处的 其实跟大陆谈判用对等的态度跟想法是全世界最笨的想法 为什么呢 今天我随便举个例子就好了 我们台湾是不是每年从大陆那边赚了1000多亿美金回来 好 那今天假如中国大陆说 你要谈对等的话 那每年他是不是也应该从台湾赚1000多亿美金回去 这样才叫对等 还有就是我们的农产品 我们每年是不是销了几百万吨农产品到中国大陆去 那中国大陆假如也跟你谈对等说 你销多少农产品来 我就要销多少农产品回去的话 那请问台湾的农民受得了吗 台湾的农业会不会崩盘 更不要说我们每年有这么多的学生跟观光课 去大陆观光旅游或是念书 那假如还是谈对等的话 中国大陆是不是也可以比照办理 他每年要是把他的观光课 从10万20万50万调到100万的话 请问台湾这个岛是不是就成了 所以用对等跟大陆谈判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事情 这样大家听懂了吗 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假如你们有听到我的节目的话 麻烦你跟你们政府讲一下 今天民进党政府要是再敢跟你们提对等的话 你就痛痛快快的答应他 但是你要告诉他说 要对等可以 但是得照我刚刚所说的全部来对等 我就看民进党政府你是受了了还是受不了 政治人物谈对等 其实谈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利益 跟老百姓的经济利益有什么关系 所以台湾的老百姓 你们为什么要傻到用自己的口袋 去换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呢 我记得李奥大师他生前的时候 他就有讲过 以后跟中国大陆谈判 我们一定要记得要想尽办法占中国的便宜 而不是要跟他对等 因为台湾这么小就是一个弹丸之地 我们又不是跟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 我们有什么条件 有什么资格跟中国大陆谈对等呢 其实跟中国谈判要求对等 根本就是民进党的谎言 因为你跟美国谈判的时候 你有要求对等吗 你为什么跟美国谈判的时候 就把自己变成一个狗奴才变成一个归儿子 可是你跟中国就要求对等 所以这不是明摆的事情 你蔡饭桶总统 你明明知道跟中国不可能谈对等 可是你却一天到晚还是把对等放在嘴巴上 明知道做不到 但是你还是要一天到晚讲个不停 你这不是多此一举 什么是多此一举 接着就来讲民主 我觉得台湾最可笑的 就是一天到晚拿民主来说是 其实民主政治真的对台湾比较好吗 假如民主政治真的比中国大陆好的话 我倒是要请问台湾的领导人 为什么台湾现在比中国大陆穷 我记得网络上有一个笑话 就是有一个人他说 全世界都嫌他很吵 那人家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很吵 他说因为我穷的叮当响 而台湾现在的状况 是不是跟这个笑话很像 台湾每天挑衅中国 每天骂中国 每天在中国旁边都很吵 那台湾为什么这么吵 没有为什么 因为台湾穷的叮当响 所以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你们要是听到我讲完这个笑话以后 就请你们会心一笑 也希望你们从此以后开始理解台湾 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在你们旁边吵个没完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台湾穷的叮当响 所以呢 民主政治 你这个蔡饭桶大总统 就不要再拿出来说事 拿出来丢人了 再拿民主说事的话 就真的是脱了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了 而最后的所谓对话 我觉得这两个字是蔡饭桶大总统 他的八字真言中最好笑的两个字 因为你这个蔡饭桶 自从你上任以后 你什么时候想好好认认真真的 跟中国大陆对话过 因为你心里面很清楚 要是真的跟中国大陆好好对话 让两岸和平的话 那你民进党就再也没有办法去欺骗老百姓 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有多么不好 两岸只要和平相处 台湾是不是就可以搭上中国大陆繁荣的列车 只要中国大陆能赚到钱 台湾老百姓就会赚到钱 台湾老百姓生活改善的 就再也不会相信你民进党那一套 只会一天到晚喊打喊杀的谎言 你民进党的执政基础就再也没有了 所以愚弄老百姓 让老百姓永远不晓得事情的真相 就是你民进党最高的指导原则 以及你最后的统治手段 所以你一天到晚讲的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那这又不是脱了裤子放屁 什么才是脱了裤子放屁 所以说到这边 其实结论就是 蔡饭桶她今天接受美国智库的访问 从头到尾她说的 通通都是脱了裤子放屁的屁话 根本对台湾一点帮助都没有 而且最后呢 我还要跟各位透露一个小秘密 就是今天为什么这个智库 她会来采访我们的蔡饭桶大总统 其实大家真的不要又被骗了 不要以为什么美国的大智库 真的这么关心台湾 想要做台湾的议题 其实从头到尾 明眼人就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 通通都是花钱买来的 这就是所谓的大外宣 我相信聪明的人一看就懂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各位收听